2500多年前 在古印度的西北部喜马拉雅山脚下 有个叫加比罗魏国的王国 它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 这片乐土的拥有者 是加比罗魏国的国王晋范与王后摩耶 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 但结婚多年都没有生育儿女 晋范王为没有王位继承人而十分苦恼 直到晋范王年已50岁 摩耶王后45岁了 一天 晋范王与妻子在寝宫的阳台上素心事 我的王后 你在想什么 我想要一个小儿子 我的王 我想给您带来 这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 我的王后 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吗 我们恳求上天 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的祭坛上放上最好的贡品 然而上天却无意将这礼物赐予给我们 如果是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 也希望神明能给予指示 你听说过那位流浪先人的预言吗 没有 他预言了什么 他说在这个国家里会有一个孩子诞生 他将是人类的统治者 是万人之王 如果那是真的话 就让他早日降临吧 我的王后 但愿我们能够如愿以偿吧 我们下期见 我的王 我刚才做了一个美丽的梦 是吗 我也隐约在梦中看到很多白光 哦 这是什么 啊 是我梦中的那朵莲花 王后把梦中之事告诉了靖范王 国王十分惊讶 却又不知急凶 于是决定请来一位相师解梦 请大相师上殿 相师 你来给我的夫人解开这个梦吧 小孩成像人胎 是瑞祥之兆 恭喜王后身怀喜运 恭喜国王有了太子 流浪先人的预言成真了 我的王后 这真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人物啊 那实在是太好了 上天还是联系我们的 相师 那你给我占卜一下 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的命运吧 是 我的王 王上 我现在还无法补知这个孩子的命运 因为是我困惑不解的事 虽然所有的征兆都是伟大而吉祥 但又不像以往那样容易解释 或许这个孩子会成为一个圣人 经以他的智慧统治人们的灵魂 一个 住嘴 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的家族世代征战沙场 都是战场上的勇士 我的儿子也必须是一位 统一天下的伟大勇士 相师 请你再占卜一下吧 是 王后 王上 太子的面前有两条道路 我不知道他最终会选择哪一条 当他长大成人 有判断能力后 如果他遇到一个病人 一个老人 一个死者 一个圣僧 那么将成为一名圣人 如果他遇不到这些 那么他就将成为世界之王 财宝无数 荣耀无雅 权力无边 至于他会遇到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 我实在是占卜不出来 好 这个梦说得好 我绝不能让我的儿子遇到第一种情况 我的儿子将永远地在加比罗魏国统治下去 你退下吧 摩耶王后十月怀胎 静范王为摩耶王后准备了有两头大象仔的轿子 并派了许多宫女 护送摩耶王后回娘家天壁城去 摩耶坐在轿子里 一心只想早点回到娘家 根本不知道此时正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 哇 姐姐 你看 这里真是风景如画呀 是啊 我以前 就来过这里几次 但今天 这里好像特别美丽 特别吸引人 你们先停下来吧 我感到有点疲惫了 想到花园中休息一下 是 王后 姐姐 我来扶你 姐姐 你累了吧 我们到那棵大树下休息一下好吗 好的 这树长得真是茂盛 孩子就要出生了 太子就要出生了 你们快来帮忙啊 不许多好 吃饭了 我没想到的 我怕你 不许多猜啊 你们快点 我怕你 那棵大树下 从你 看你 我的宝贝 来母亲这里吧 你真是太可爱了 你要去哪 你真是太可爱了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快过来吧 回到妈妈怀里 我的宝贝 你真是与众不同啊 太好了 恭喜姐姐喜得太子 太子降生的喜训迅即传遍了国都加比罗魏城 整个国都都因太子的诞生而蒙上吉祥光明的色彩 太子诞生后的第五天 靖范王请来许多全国有名望的学者 为太子取名字 经过几番讨论 大家一致同意太子英取名叫乔达摩·西达多 西达多的意思是吉祥可成就一切 西达多太子出生第六天 一位很有名望的预言家 号称阿斯陀的仙人来到王宫给太子沾相 阿斯陀仙人 请看看我的儿子 哦 好一个漂亮的婴儿 真是太神奇了 好嘞 优优独播剧场——YK 仙人 你为什么又喜又悲呢 王上 太子的相貌太好了 人间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呢 将来如果继承王位 一定是一位转伦王 因此我为国王高兴 没错 他就是未来的转伦王 但据我的观察 太子将来必定出家学道 并能得到最高成就 成为人天至尊的导师 拯救世人离苦海 可惜我已经老了 听不到太子的教诲了 所以我为自己悲哀呀 哼 又是出家 相师这么说 仙人你也这么说 可怜我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那么将来我的王位由谁来继承呢 王上 太子是不会为这一切所困扰的 他将来一定会舍弃王位而去修行 一定会去寻求真理 最终悟道成佛 他将是世界唯一的 永不寂灭的智慧之光 他的光辉将普照天下四方 他的智慧将结交陷逆在苦难深渊中的众生 当太子得到成佛时 世间就有一位教化人生的导师了 算了 我不想再听你这些鬼话了 你回去吧 我的儿子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最伟大的转伦王的 太子出生第七天 摩耶王后不幸去世 于是 幼年时代西达多太子 就由姨母摩科波格波提王妃抚养 波格波提王妃在姐姐摩耶王后去世后 续嫁给了晋范王 她容貌端庄秀丽 性格温柔 贤静 对西达多小外甥精心抚育 十分钟爱 光阴四界 转眼太子已经七岁了 这天 他闲得发慌 就趁老师打瞌睡的时候 偷偷溜到花园里咸游 哎呀 真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哎 喜群飞鸟 来得正好 我真闷着呢 看我把他射下来 可恶 只射中最小的那只 好像有些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了 哦 这是什么呀 哦 原来是只小鸟 哎呀 真可怜 是谁把你射下来的呢 啊 啊 哎呀 好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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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不要杀我 救命 哦哦哦 你会说话 哦 好疼哦 救命 不要杀我 救命啊 啊 啊 吐死了 啊 你会说话 那要怎么样 你想杀我吗 你不要害怕 不要走过来 你再走过来 我就捉死你 不要走过来 你不要惹我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让我为你治疗吧 喂 你是谁 那只臭鸟是我射到的 你还给我 原来是你把他射下来的 你怎么这样残忍呢 人应该有慈悲之心 不应该随便杀害小生命 哼 我射鸟是我的事 我爸是王上请来管理这个花园的 我在这里射鸟 你管不着 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慈悲之心吗 我不知道什么是慈悲 我只知道那鸟是我射到的 就是属于我的 你却居于己有 它有它的自由 它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人 对 我有我的自由 有妖怪啊 小鸟会说话 有妖怪啊 小鸟会说话 你真的会救我吗 来 我先把你身上的剑拔下来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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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会有点痛的 来 我给你上草药 很快就会好的 好了 哦 我亲爱的宝贝 你没事吧 哦 我没事 哦 你又在哪里救出一只水鸭 在花园里 它的翅膀受伤了 我想把它治好 我不是水鸭 我叫丹拉 哦 会说话 原来是只鹦鹉 你真是太有爱心了 但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 在这些小东西上 你应该多花点时间 去学习如何成为一位伟大的国王 将来继承我的王位 嗯 好了 这些小东西下次就不要玩了 早点睡吧 嗯 他是你的父亲 是啊 他好像很爱你 你真幸福 是吗 可他从来不是让我走出宫殿 我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好看的 所有好看的东西都在王宫里呢 是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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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几天 这只受伤的小鸟在王子的照顾下 伤口慢慢痊愈了 打狼 你的翅膀已经好了 太好了 哇 太好了太好了 我的翅膀好了 你既然能飞了 就自由了 快回到属于你的地方去吧 那 那我就要走了 那我就要走了 那咯 我们永远是朋友 哦 再见啦 哦 再见啦 永远是朋友 不知道达拉现在在干什么呢 别想逃 你这个妖怪 别想逃 救命 救命啊 站住 你不可以走 救命啊 你不可以飞的 太子救命 站住 停下 太子救命 住手 哦 又是你这个偷鸟贼 我不是偷鸟贼 我叫西达多 嘿 他就是当今太子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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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我原来是太子 小人永远不是太山 不不 是太子 请太子饶命 饶命啊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叫车尼 太子饶命啊 太子饶命 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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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应我以后不再伤害达拉 我就原谅你 好 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伤害他了 车尼 我们做朋友吧 不行 太子 您是如此的高贵 我只是平民出生 根本不配当太子您的朋友啊 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们应该都是平等的 你 真的愿意跟我做朋友 是啊 我们做个朋友吧 我们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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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 太子得到了两位朋友 太子得到了两位朋友 西达多太子在幼年的时候 就喜欢沉思 世界万象被他看到后 都会引起他的感触和深思 太子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王庚节 外面很热闹 王庚节 不就是庆祝丰收的节日罢了 我听说 王上要在这一天亲自更正土地啊 哪有怎么样了 只得你那样兴奋吗 等一下 你刚才说 父亲要在今天亲自耕种土地 是啊 那真是太好了 今天是出宫的好时机 太子 你要趁王上不在偷偷溜出宫吗 太子万万不可 让王上知道可不得了 你们放心吧 我自有办法 父亲大人 我的乖儿子 难道你亲自来找我 但我今天很忙 没时间陪你了 父亲大人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王庚节 您要在这一天亲自耕种土地吗 是的 所以我要准备出发了 让车逆陪你去练习骑马吧 父亲大人 历代皇帝都是这样做的吗 没错 这是我们向神明表达感谢的大日子 父亲大人 您让我跟着去吧 我将来也要像父亲大人您那样感谢上天 那好吧 正好让你看看将来属于你的土地是多么的美丽 谢父亲大人 哇 好美的地方啊 你看看这无边的肥沃的田地 将来都是属于你的了 父亲大人 我想到那边看看 可以吗 好吧 陈尼 你保护太子 可不能走得太远呢 是 王上 太子 这田野好大呀 陈尼 我们到那边看看 你看 那只麻雀像不像达拉 我觉得一点也不像 这只小麻雀 比达拉那只会说话的怪鸟好看多了 陈尼 那个是什么人 我在王宫里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打扮的人 太子 那是农夫 农夫 也就是负责耕地种田的人 好可怜 慈悲世界不应该是这样 有什么办法能够脱离这种充满凶残和罪恶的世界呢 太子 太子 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 你何必为这些小事情烦恼呢 太子 我们 我们要回去了 我 我的儿子 出家 太子 太子 中中的生活是快乐而丰富的 但再丰富的生活 如果一旦变成了仪式 也就会逐渐变得单调 西达多太子过惯了这种 谨衣玉食养尊处优的日子 他甚至因此而感到厌烦起来 生活是平静的 人心却不因平静的生活 而变成一潭死水 相反在这平静的生活中 太子丰富的思维 使其心灵渐渐变得充满了苦闷 矛盾 从而想要从这平静的气氛中 脱离开来 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太子已经长大成人 是时候为她找一位美丽的公主 择日成婚了 大象师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邻国的囚仪公主 长得是貌美如仙 她不仅言容端正 还有一处过人的地方 那就是聪明智慧才干过人 而又知书实力 真是德才貌 无一不备 非常稀有难得 只有她可以做太子妃 真有这么优秀的女子 臣不敢欺骗王上 好 真是太好了 我决定为太子 向邻国的囚仪公主求婚 但囚仪公主提出 要用比武的方式选择家序 因为各国求婚的王子太多了 那就让我的宝贝儿子 亲自去把他的妻子迎回来吧 恭喜太子 王上要为太子娶王妃了 是啊是啊 她是邻国的囚仪公主 听说长得像仙女一样好看 是吗 当然了 听说她不但美丽动人 而且十分聪明智慧 你都能理解太子的心思 帮太子你解开烦恼 如果她真的为我解忧的话 我倒想早日看到她 但是 太子 由于求婚的王子太多 所以你要赢得比赛 才能取得王妃啊 比较比 太子从小就练武 一定能赢 那比赛定在什么时候 两天后 比武招亲的这一天 西达多应约前来参加 太子 这头大象已经发疯了 您千万要小心 太子 不要靠近 危险 她是受到惊吓才会如此的 车尼 你放心 你要相信我 我是不会有事的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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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不要害怕 这里没有任何伤害 你的东西存在 让我解除你的痛苦吧 太子 您真厉害 连发疯的大象 也都听你的话 你这头风象 快把太子放下来 你放心 他不是要伤害我 传来 他是要送我一程 车尼 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太子 你一定要赢啊 太子 好 太子 不要弄 快把太子 进去 走 快把太子 快把太子 走 走 快把太子 取死 走 再来 快把太子 快把太子 走 走 这一个比赛是比射箭 周围王子每人可发一箭 谁的箭射穿的大鼓越多 谁就能获胜 现在比赛开始 第一位参赛者是 李罗家国的莫托王子 莫托王子一箭射穿了三面铁骨 看来秋衣公主是我的了 你们还是弃拳吧 免得一面铁骨也射不到 丢尽自己国家的脸 丢脸的是谁还不知道呢 下一位参赛者是 菊力国的贾达王子 当我上场了 你们就好好看到我 如何赢得这场比赛吧 加达王子一箭射穿了四面铁骨 最后一位参赛者是 加比罗魏国的西达多王子 2 2 8 3 3 3 4 4 5 七大多王子一箭射穿了七面铁骨 獲得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我美麗的公主請你嫁給我 求一公主聰明美麗 溫柔賢惠 常討太子歡心 勸為她不要愁眉苦臉 應該高興歡樂才對 她嫁給太子後 夫妻十分恩愛 生活異常美滿 整日過著神仙美眷般的生活 婚後一年 求一公主就為太子 生下了一位聰明漂亮的兒子 靖范王以為 這下足以安心 他以為太子有了自己的兒子 就應該不再去想出家的事了 然而冥冥之中 命運早有安排 西達多太子十九歲了 宮中的生活 雖然是日日生歌 夜夜歡愉 但那快樂 平靜底下所隱含的無聊之感 總使他感到生活 是如此的壓抑和乏了 達拉 太子又在樹下發呆了 哎 太子已經在那裡做了一個下午了 看來太子這次又為某些事情煩惱了 我要從這種柔軟奢華的生活中走出來 要到人世間去看看 看看這個真實世間的另外一副模樣 父親大人 我有一事相求 我的好兒子 你有什麼要求 我一定會滿足你的 我在宮中待的日子太久了 我想暫時離開王宮中的園林 到城外的郊野去看看 好吧 既然你已經成家了 我的憂慮也沒有了 你就去看看你的國家有多麼的繁華吧 謝謝父親大人 我會為你安排最好 最盛大的出遊隊伍與你隨行 父親大人 我不需要什麼出遊隊伍隨行 我只要車逆和我一起去就好了 車逆 你就陪太子到郊外去看看吧 但日落前一定要把太子送回宮 知道嗎 是 王上 這是為什麼人 哦 這是老年人 什麼叫老呢 太子 這個人過去曾經是嬰兒 嬰兒長大後成為青年 就像你我一樣 十幾年以後就會進入壯年 然後隨著歲月的流逝 漸漸地力單體弱頭髮全白 像太陽落山一樣 到那個時候就叫做老了 是不是只有這一個人才會老 還是一切生命都要變老呢 太子 人都是這樣 動物也是這樣 一切生命都要經歷這樣的過程吧 都應當從年幼到變老的 日月不停地流逝 時間遷徙 歲月變移 衰老就像電影一樣快地降臨到人身上 人生立刻變得脆弱與不可依賴 我現在雖然富貴 難道能免除這樣的遭遇嗎 為什麼世上的人面對這樣的境況 而不感到害怕呢 太子 如果這個老人讓你難受 那我們到別的地方去遊玩吧 呃 要不 要不我們到南門去走走吧 好吧 呃 這是什麼人 他好像是生病了 什麼是病 病嘛 呃 人生了病 就會覺得身上什麼地方都不舒服 不對勁 甚至很痛苦 四肢無力 吃不好 睡不好 儘管 有四肢 也動不了 總是要依靠別人 才能做啊 炸啊什麼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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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這個人才是這樣生病 還是其他人都會這樣生病呢 所有的人都會生病 不論貴賤 不論男女老幼 都會經歷生病這個過程 既然普天下的人都會像這樣生病 痛苦 為什麼世上人都只想著眼前的快樂 而對於將來不敢的害怕呢 病人在這裡無人照顧 真是太可憐了 像我們這樣的身體 就是許多苦痛聚集的地方 世界上的人 卻在這苦痛中恒生快樂 無論是愚蠢的 吃傻的 還是無知無實的人 都是如此的不知覺悟 真是可憐啊 車逆 你聽 好像有人在哭 是啊 好像是從那邊傳過來的 我們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吧 哎呀 真是不吉利啊 嗯 這也是病人嗎 不是 是一具屍體 一個已經發臭的死人 太子 這些不吉利的事 不該讓高貴的你沾染到 我們還是到別的地方去吧 不 我要看看他們到底要幹什麼 車逆 什麼叫死 所謂死嗎 就是 失去了生命 人的整個身體 和所有的器官都沒有了知覺 就像枯木一樣 像這樣死去 確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只有這個人才死 還是其他人也一樣會死呢 所有的人都會死 不論貧富 都無法逃脱 世界既然有這死的痛苦 為什麼人們還要在其中 做出那麼多放膽縱資 安逸快樂的事 人心真有如木石 不知道一點害怕和恐怖 人一生經歷的災難 痛苦太多了 若能脫離這些病苦 該多好啊 太子 別再看了 我們走吧 車逆 我想獨自在這樹林裡走走 你就在這兒等我吧 是 太子 人為什麼會變老 會患病 會死亡 我終日在宮中錦衣美時 卻不知道怎麼樣 才能為大眾解除疾苦 使人們安樂 請問長者您是何人 我是比丘 請問比丘是什麼人 比丘是出家修行求道的僧人 我們出家修行 可以擺脫人生煩惱的束縛 不接受六道輪迴的痛苦 所以叫比丘 世間的人其實都知道 人生脆弱 變幻無常 但是他們並不想到 怎樣來求得解脫 我們則不一樣 我們常年隱居山林 遠離塵霄 斷絕世間名利彩色等五欲之苦 既無臣吃也無愛物 求得的是不生不滅的解脫大道 進入的是無始無終的境界 魔幻不生 心靜不起 眾生一體 萬法平均 這就是比丘的修行 天神來為我指點迷途 這就是天神來為我指點迷途 這就是天神來為我指點迷途 老病 死 苦 我就修道 太子回到宮中 異常高興 心裡便暗暗地打定了主意 一定要找一個機會 離家出走 像那位比丘一樣出家修行 於是他日夜回想長老的妙言玄語 時刻念著托育為僧修成正果 父親大人 我的好兒子 你有什麼事嗎 父親大人 我有一個請求 希望你能答應 難道你又想到宮殿外遊玩嗎 父王 我思索了很久 還是入山修行才是正道 請答應我的要求吧 不 我絕不答應 父親大人 你在宮中飯來掌口 衣來身手 榮華富貴 享之不盡 而修行風吹日曬 食不飽腹 苦不堪言呢 你為什麼要走這條路呢 我 而且你現在年紀很輕 再加上 國家也還沒有繼承人 將國家這個擔子 都壓在我這個老頭子的肩膀上 難道你就這麼忍心 一點不顧惜我的難處嗎 我發現 要是我的四個願望得到滿足 只有出家才能做到 因此我必須出家 是哪四個願望 我一定能為你實現 第一 人不能衰老 第二 人不受疾病侵擾 第三 人不再死亡 第四 人間不再有別離的苦痛 這 這怎麼可能呢 只要這四個願望 父王都能使我得到滿足 那麼我就立即打下出家的念頭 從此不再出家 你明知道無法做到 你這不是在為難我嗎 請父親大人答應我的要求吧 不 你不要再說出家的事了 我無論如何也不會讓你做出這樣的蠢事的 你回去吧 我尊敬的國王 臣有一事要禀報 大象士 你來得正好 剛才太子請求出家 你快給我想個辦法 我絕不能讓他這麼做 王上 臣要禀報的事正是太子出家一事 哦 你已經知道了 王上 我昨夜補挂 得知太子若不在這七日內出家 就會容登轉輪防衛 同時不僅會統治加比羅衛國 而且還會統一整個印度 做天下的君主 這不僅是世家族的光榮 同時也是加比羅衛國的福元所致 真的 是的 只要將太子留在王宮裡 這七天內不讓太子出城 那太子就會登上轉輪王位 做天下盛名的君主了 世家種姓將要復興 就應驗在太子的身上了 嗯 一定是上天聯繫我這個可憐的人 賜予我的機會 這七天的功夫是應該沒有太大問題的 大巷師 你給我傳令下去 要多派勇猛而又大利器的貴族子弟 侍衛太子 同時緊閉城門 還要在都城四門各派一千精兵守護 三步一崗 五步一哨 我要將都城圍得像鐵桶一樣 防護著太子不使其偷偷越墻而走 是 王上 唉 到第七天的深夜 據相氏所說 過了這一天 太子自然未登轉輪王 因此宮內 宮外 守衛格外嚴密 靖范王豐富守城官兵緊閉四門 絕不使一人躍城而出 當然 主要目的還是為了阻止太子出家 但七天緊張的生活 使王宮裡所有的人都十分疲憊 昏昏入睡了 是應該到出家的時候了 是應該到出家的時候了 車逆 你怎麼會在這兒 王上有令 這幾天 扶上太子您到外面去 而且 現在是夜深人靜 已經不是遊玩觀覽的時候 您為什麼要在這深更半夜的偷偷出去呢 我現在要為天下一切眾生 降伏煩惱的根源 因此你不應當攔住我的去路 太子 你真的要出家嗎 不 太子 王上有令 叫我 時刻 侍奉在您左右 車逆 我已經下定決心了 所以車逆 你也不要哭了 一切恩愛 總有別離的時候 對我來說 世間的事情 都是非常輕易可以得到滿足 然而出家修行的姻緣 竟是這麼難以成功 真是不可思議啊 太子 從太子你救我的那天起 我就決心要跟隨太子了 我 我也要跟隨太子 難道 你們要和我一起去嗎 去修行嗎 太子到哪裡 我就到哪裡 我 我也是 好吧 我們走 太子 城門緊閉 若叫士兵開門 一定會驚動全城的 太子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出去啊 太子 我們還是回去吧 不 我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不 我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天神顯靈呢 諸位天神 請引領我們出城吧 我 如果不斷絕生老病死 以及憂愁悲痛等種種苦惱 是不再回王宮 我如果不能得到無上正等正絕 且不能鑽於法輪 就再也不回來與父王相見 我如果不能割斷恩愛的情誼 就絕不回來與親人相見 希達多太子已經沒有退路了 他告別熟悉的土地 以理向那陌生的原野飛去 達拉 你別回來了 發生什麼事了 為什麼我會這樣 一定是天神在幫助我們 你看 這圓林禁忌 沒有絲毫人間的喧鬧 正是修行的好去處 太子 現在我們要去哪裡啊 最難做的 你們已經做到了 你們任務已經完成了 太子 你們平時常跟著我 從沒有離開過我 世間的人 有善心的 未必能形影相隨於我 能用身體和力氣幫我做事的 卻未必有好的心腸 你們現在是無論從心地 還是身體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是人無法挑剔 你們真是我見過的 最為少見的憨厚之人 現在我既然已經來到這 安賢靜宜的處所 車寧 你盡可放心回去 而達拉 就回到大自然去吧 太子 您不能這麼說啊 對 我們也跟隨太子 我在宮中已經違背了王上的意思 和太子一起逃到這裡 絕沒有貿然回去的理由啊 王上見不到太子 必定會十分惱怒 宮裡宮外也一定會騷動異常 而且這個地方 山高路遠 困難必多 毒蛇猛獸到處都是 我怎麼能就這樣 設下太子單獨回宮去呢 人活在世間 都是單獨生 單獨死 難道還會有生死相伴的人嗎 而人生又有各種生老病死的苦痛相隨 我現在是要消滅這各種苦痛而來到這裡 苦痛若消滅盡盡 那時我就會和天下一切眾生共作伴侶了 而今各種苦痛尚未離開人間 我怎麼能和你們作伴呢 您一生起來就一直生活在深宮裡 平時觸碰到的都是清晰柔弱的東西 連睡覺的被褲也無不精細滑軟 如今這種四處奔波風餐露宿的生活 您如何能習慣呢 確實是像你這麼說的 我在宮中完全可以免除這種四處奔波風餐露宿所帶來的苦難 然而另外的人生大問題 如老病死的苦痛卻清洗我的身體 我能忍受苦行的苦楚 為的就是有朝一日解脱人間老病死的各種苦痛 我的主意已定 你們回去吧 過去各佛都要捨棄漂亮的裝飾 我現在也應當依照過去各佛的辦法 這點寶冠和這些明珠 你幫我送回去吧 你可為我告訴父親 說我現在不是為了修仙求得升天的快樂 也並不是不願意孝順父母 我只是因為不忍心看到人生老病死的苦痛 為了將這些苦痛消滅盡盡的緣故 才來到這裡出家修行 太子 看來我必須用更果斷的行動 才能使你們相信我的決心 太子 太子 不要啊 今天我將頭髮胡須一起剃去 願從此與世界一切脫離關係 斷除煩惱 以及人生所有虛妄困惑的障礙 趁密 就讓我悄悄跟著太子吧 也好 你去吧 西達多太子就這樣踏上了他偉大的追求真理的道路 太子雖然換了一身袈裟 又將虛髮剃掉 全身打扮極像一位苦行僧人 但他高貴的氣質 莊嚴的外表 使人心生敬畏 就連臨終的鳥獸見了太子 也不禁為他的莊嚴的儀太所赦負 都一個個默不轉睛地盯著太子 您好 您是真正的仁者嗎 年輕人 我看你天生一副帝王指向 為何來到這裡呀 我是來這裡出家修行的 想向仙人請教修道的方法 我們修道的方式 冷時以草為一 有時只披著樹皮樹葉 餓時以草木花果沖擊 有時整天用冷水在頭上灌洗 有時睡在火旁 讓身體熏得通紅 有時頭下腳上的吊在樹上 種種不同 為的是拜倒日月星辰 流水和烈火 您現在修煉這樣的苦行 非常奇特 請問你們如何才能求到 真實的覺悟和解脫呢 我們修煉這種苦行 為的是要死後能夠生天界享樂 不知道什麼叫做覺悟和解脫 各種天界雖然快樂 但一旦福德用盡 就會從天上降落下來 依然要輪回六道 最終還是要受盡種種痛苦 你們為什麼要修煉這種苦行 最終得到的人是痛苦的果報呢 唉 這位年輕人 為什麼未探生之後 又默然不再說話了 難道我們的修行 不是真正的辦法嗎 你們的修行不是不苦 可以說是達到非常高的苦境了 然而求得的果報與願相為 最終總是不能脫離苦痛 年輕人 既然你的覺悟在我之上 那麼我也沒有什麼可以指教你的地方了 這些仙人 對解脫生死問題一無所知 既不能自救 更不能救度眾生 他們修煉的種種苦行 只是以苦招苦 都不是真正的解脫之道 我不應當留在這裡 明天我在到別的地方 去尋求最終解脫之道 好 達拉 原來你偷偷跟著我 太子 你讓我回到属於我的地方 那麼太子你到哪裡 哪裡就是我棄生的地方了 看來我是趕不走你了 就讓你跟著我一起修道吧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子的出走 引起了整個王宮的震動 錦犯王馬上召集大臣開緊急會議 這時 車逆截然一聲 悄悄回到了王宮 錦犯王鎮靜地盤問車逆 車逆惶恐地把太子出城 到苦行林 並割发明智地經過 禀報了國王 我的兒子 你怎麼就這樣狠心地離開我呢 我要去尋找太子 車逆 你在前面引路 皇上 皇上萬萬不可 他現在既然捨棄我前去學道 我又何人單獨生存在這個世界呢 皇上 您不要自行煩惱 您還記得 阿斯托先任御元說 太子年至十九就會出家學道 他將來一定會成就一切種治 現在已經到了御元應驗的時候了 這都是天意呀 大王您因為此感到高興 而不是憂慮惱怒 雖然太子出家的決心不可挽回 但我不忍就此拋棄他不管呢 如果您實在放心不下太子 我現在可以替您前去尋找 如果你願意前往尋找的話 我也就可以稍稍地放心了 好吧 就讓車逆帶領你們去吧 我們是靖方王的大臣 今天之所以到這裡來 是因為我國的太子 他厭惡生老病死的痛苦 為了尋求解脫 而離家出走修行學道 他曾經經過這個林子 不知道這位大仙見到過他沒有 嗯 我昨日確實在這裡見過一位年輕人 五官端正相貌齊整 他來到這個林子裡 和我們一起討論了一些問題後 就離開這裡了 沒有料到他就是國王的太子 他因為筆駁我們的修行方法 他因此到別的地方尋訪更高的道去了 他是往北走的 太子 車逆 你怎麼跟來了 還把大象師也帶來了 我們是王上委派前來尋找太子的 王上他十分擔心著您呢 父王叫你們來 想對我說些什麼呢 王上 王上早知道太子急盼出嫁 也知道您這種意志難以挽回 但王上對於太子您的恩愛情深 因此日夜憂愁 一致情懷愈解 轉為煩躁 常常一人獨自心火燭 難以按耐 我們對於大王反常的舉止十分擔心 都知道 只有太子回去才能將大王的心火扑滅 因此 希望太子您及時回宮啊 您將來做上轉輪聖王 即使有許多俗物需要處理 但我們將盡力輔佐您 為您分擔更多的事物 不只是您將修道的事業全然拋棄 現在王后以及您夫人求仪等人 都為憂愁煩惱之海所淹沒 都盼著太子您回去 將他們從湖海中拯救出來 您能答應我們的請求 儘速返回宮城嗎 太子請返回宮城吧 太子既然流下眼淚 可見對親人還是思念的呀 我難道不知道父王對我的恩身義重嗎 我只是畏懼生老病死的苦痛 所以來到這裡修行 為的是消除斷絕他們而已 如果為了恩愛之情 終日相聚在一處 而又沒有生老病死的苦痛 我又來到這裡幹什麼呢 今天所以為為父王的意願 遠離父王出家修道 就是為了將來能和父王長久相聚 共享天倫之樂呀 父王現在憂愁萬端 又如此煩惱大火正熊熊燃燒 我知道我和父母在今生也只有這一痛苦了 到將來這樣的痛苦就將永遠根除 我現在已經捨棄了國家前來修道 為什麼還要我再回到宮裡去修行解脫之道呢 過去各位國王入山學道 沒有一味是中途還俗的 父王如果一定要我回去 那就違背了祖宗定下的制度 太子 您這又何苦呢 我現在 不是為了希求羨慕果報才來到這裡的 我是因為親眼見到生老病死這些過程 我將來也一定會經歷 所以才想到要尋求解脫 以免除這種種痛苦 我會使你們不久見到我所追求的大道 終於成就 我的這種志願是絕對不可以中途而廢的 請你們回去 將我的意思禀告父王 我們既然為大王所委派 人而無尺寸之功 現在又空手而歸 怎麼會禀王上呢 就讓我留下來陪太子吧 你也好 你從小跟隨太子 有你陪伴太子 王上也會比較安心啊 太子等等我 太子等等我 好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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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我们要到哪里去修行啊 嘉舍山的苦行灵 嘉舍山 太子 那个地方离这里十分遥远啊 嘉舍山虽然遥远 但却是个修行的好地方 好 我们出发吧 这天 西达多渡过了恒河 进入了摩羯陀国地界 西达多太子的到来惊动了摩羯陀国的平坡苏洛王 最近城里来了什么人呢 为何人们总是议论不停呢 国王 来的人是靖范王的太子 名叫乔达摩西达多 路经这里 以前许多巷师都预测他如果不出家 就会荣登转轮王位 统一全印度 可如果出家就会成就一切种制 现在他来到我们都城 外面的人民都议论纷纷 因此整个都城都位置沸腾起来 有这样的奇人 我一定要去拜访 太子 您看 这是贫婆苏洛王 太子在这里还习惯吗 多谢国王关心 我们路过贵地只是稍作歇息 没想到会打扰的国王 还请您见谅 啊 我一见到太子您 心里就十分欢喜 但有一个疑虑不能明白 疑虑 太子本是太阳的种姓 世代相成为转轮王 而太子您相貌堂堂 完全能够胜任转轮王 却为何要舍弃王位 来到这么远的地方 在深山野岭 见旅沙土 便常奔波之苦呢 我见到您这个样子 心里又油然涌出悲怜之情 太子如果只是因为父王 今上现在 所以不想取得转轮王位 故而离家出走 那么我倒有一个 折中的方案 请太子选择 如果您愿意 我可以将我国一半的土地 分给您来统治 如果觉得太少的话 我情愿设弃国家 将全部的土地奉献给您 并以臣子的礼节 来奉事于您 如果您再不愿意统治我国 我可以借给您许多军队 让您率领他们四面征伐 夺取别的国家 您有什么愿望 我都会尽力使您得到满足 不知太子意下如何呀 太子 既然国王盛行请求 您就答应他吧 大王 您秉性自然高节清凉 事所难得 是啊 大王这么有诚意 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我现在 既然已经舍弃了转轮王位 又怎么会要大王您的国家呢 我现在 之所以辞别父母之邦 剔除须发 舍弃国家 就是为了要断绝生死病老的痛苦 并不是来求取五欲的快乐的 世间的五欲 犹如大火堆积 它焚烧众生 使他们沦陷在活害中 不能自拔 您为什么还要劝我 贪恋执着于它呢 我这次出来 是前往嘉舍山 去寻求最高解脱法门的 不会在这久留 我不曾答应大王您的建议 希望您不要见怪 同时还希望大王 您用正当的方法治理国家 不要使人民受到委屈 刚见到太子 心中十分欢喜 现在太子又要离去 不由得背生背苦之情 您现在 为了使人生得到最大的解脱 才离开的 我也不敢勉强劝留 只希望太子 所期望的结果 尽快得到实现 到城之后 希望你率先度我 脱离苦海 经过七个月的艰辛旅程 他们最终来到了 嘉舍山苦行灵 太子 这里就是嘉舍山了 我们终于到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们感受到吗 这里是孤寂无边的天地 这里有悠悠不绝的生机 苦行一开始 西达多就坚定地使自己清心净律 严守戒律 同时 为达到苦行的效果 他还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饮食规律 每天规定只吃一麻一米 其余就不再进食别的食物 太子 你每天只吃一麻一米 会喝坏的 吃些鱼吧 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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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四老鼠又来偷吃 快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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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腻 让他们吃吧 但是 饥饿的煎熬 并没有使西达多终止自己的勤修苦练 禅月的快乐 使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烦恼和苦楚 太子 我为你采来了鲜甜的野果 你快尝尝吧 太子 随着时光一天天过去 西达多越来越感觉到 智慧之神向他殷勤挥手致意了 花开花落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西达多庄严地端坐着 不停地思考着 六年漫长的岁月 就这样在西达多坚定不移的苦行中 匆匆地流走了 他终于体悟到了 使自己的肉体受苦 其实正是在执着于肉体啊 过去 在拔家仙苦行林中 我曾说过 修苦行不是到达解脱的正确途径 为什么我现在反而要如此执着于肉体的苦行呢 我每天只是一麻一米 现在 行销古力又如枯木 苦行销到这个地步 应该算是相当的苦了吧 是啊 太子 你已经折磨自己的身体快六年了 现在看看六年将满 然而 我仍旧不能得到解脱 由此可知 这种修苦行的方法 确实不是什么真正修道的途径 那到底怎样才是真正修道的途径呢 我记得以前在家时 有时 一个人坐在岩浮树下进行思索 那种思考方法 是真正可以离开欲望 而到寂静的境地 而这 也才是最正确的修行方法呀 我应当接受正常的饮食 然后承道 太子 你一定饿得全身无力了 我去找车里给你找食物 这位圣僧 请接受我的一碗牛乳吧 我为了使众生的根基 和机缘得到成熟 因此 我接受这样的饮食 太子 您苦行六年 为何现在又愿意接受 布施的食物呢 所布施的食物 是要让喝到他的人补充气力 同时 也应当使布施者 将来能得到很好的善顾 并尝保持欢喜的心情 同时使他快乐安全 没灾没病 健康长寿 聪明智慧 无所不能 因此 我现在愿意接受 这样的食物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已经不适合 在这里修行了 我要找一片 更加安逸 而自由的地方 来修炼解脱之道 你们跟随我 只会成为我修行的屏障 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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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坐在这棵树下 我如果不能解脱生死 进入涅槃 我就再也不离开这儿 西达多 就这样身心愉快 安详地进入禅定的境界中 他的思想 平展舒缓地 沉在如此浓重的黑夜 他突然发觉 自己置身于无助的悬崖 底下 是暗淡的深渊 千万种思绪 千万种思绪 如潮水般向着 西达多的身体涌来 他几乎被滔天的潮水 所淹没 然而 他仍端坐着 没有离开身下的座位 西达多 西达多即将到达智慧的彼岸了 驻天凡神都为之欣喜无比 他们默默地祈祷着 西达多尽快摆脱轮回的困惑 而达成至高无上的大道 然而 这一切都在使魔王感到不安 他为西达多惊天动地的举动 所震惊 如果西达多顺利成佛 那么正道就将如日终焰 截道就将实施 我们怎么办 不行 我不能让他得到解决 我要去活回他 欲戒四尼平面 在 我要你们赶快到西达多那里去 用一切切办法去扰乱他亲信的星星 遵命 待会我 太子您刚生下来 就有众多神灵伺候 为什么要抛弃贵重的天位 来到这树下独坐呢 我们是天女 在六重天上没有人比我们更美丽 我们敬证太子您的道德 因此现在我们愿意用我们的身体 侍奉于您 我们会进行身体的按摩 使您的身体调节到舒适状态 您看在树下已经十分疲劳了 应当躺下来休息一会儿 喝点甘甜的水呀什么的 来调节调节 我们这么年轻 我们这么年轻 有这么美丽 即使最纯洁的天使都无法超越我们 我们羡慕您 艰苦的心智 超人的耐力 以及巨大无比的智慧 因此我们愿意用我们最美丽 纯洁的身体侍奉于您 使您得到无上的快意和满足 你们过去修了一些福业 因此今生得逞天生 形体虽然端好 但心智不正 不过是一个皮囊乘着一堆臭碎罢了 赶紧走开 我不需要你们 不需要你 他们四个决定失败了 看来我要亲自出马了 我将军 我们要用武力从空而降 打败了一个习大党 我将军 动魔军听命 将树下那秃驴的脑袋给我拿下来 掉下呢 �ese古怪 弱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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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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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 一颗明星出现在天际 轻轻朗朗照耀天庭 西达多触景会心 刹那之间豁然大悟 跳出生死痛苦的此岸 到达涅槃解脱的彼岸 立地成佛 而成为天上天下三界独尘的天人之师 西达多 西达多成道后 因为他属于世家族 人们就尊称他为世家谋谋 意思是世家族的圣人 又因为是称如来而成正果 所以又称如来佛 四众弟子及世间诸王 陈明等尊称为世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